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牺牲了两名打火弟兄的宝贵性命 更烧出了各种问题 包含了消防员在火场当中救灾时的安危 还有国内启取地这非法厂房力度始终不足等问题 稍后新闻当中都会一一带您来关心 首先带您看到的就是针对两名殉职的消防队员 今天总统蔡英文是前往调业 也向家储致歉 为国家痛失殷才感到惋惜 另外这把火同时烧出的是农地违建的严重性 业者违法地收购农地或是成租拿来盖工厂 更容易在引发大火时难以挽回 台中市府又在今天上午或许就是汪洋补牢的心态 迅速是在雾峰拆除了另一间才刚盖好没多久的铁皮屋工厂 展现出公权力 刚盖好几个月全新的铁皮厂房是农地上的大违建 今年三月份被举报照片显示当时是建筑工地 金市政府认定是违建勒令停工 不能够使用或出租 却还是租给生计公司业者 房东心存侥幸 如今面临强制拆除百般无奈 台中市大雅铁皮工厂火警 造成两个人往生 市府铁腕抓违建 总统蔡英文慰问殉职消防员的家属 并向他们致歉 表示国家对不起你们 让你们的孩子在救火时牺牲 允诺会检讨改进 避免让类似的悲剧再发生 大爱新闻 各位领料学姓杨俊廷台中报道 消防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冲锋陷阵抢救生命的同时 很容易也把自己置于险境 这一回殉职消防员的家属 也在灵堂前陈情 归咎呢 违建的铁皮屋工厂是多命主因 从这一张铁皮屋的示意图 带您来了解 一遇到大火时 这铁皮工厂内头的温度呢 很快就会飙升到摄氏600度了 也就会发生所谓的闪燃 这钢梁会迅速变形垮塌下来 危及到救灾人员的生命 而铁皮厂房里头 也经常会摆放大量的易燃物 造成火势迅速延烧一发不可收拾 加上铁皮屋呢 它本身这开口就比较面积很少 则撒水管线也难以触及 没有办法缩短灭火的时程 因此呢 只要遇上铁皮的屋的火灾 很容易就会危及前往救援的消防人员生命了 专家学者因此大声呼吁了 政府应该要加强取缔这违法厂房的力度 另一方面呢 也要辅导这盖在农地上的大围建能够就地合法 也就是呢 法令规范他们两年之内呢 只要是符合建筑消防的法规 也就是说 可以让他们就地从非法变成合法化 也多一层安全上的保障 两位殉职消防员最后身影 准备出请整装一如以往的认真 支援救火任务再也回不来 谢志雄的父母吃不下睡不着 每一秒都是煎熬 消防员出生入死 最不想碰到的场所之一 就是铁皮围建 看不见的烟气迅速累积 容易在短时间内扩大火势 高危也会让钢虎弯曲而坍塌 就算没有人受困 也要控制火势 这些消防员职责所在 面对险恶的环境 伤亡风险只能概括承受 台湾许多铁皮围章建筑 管理及法规层面 存在明显差异 学者建议强化法律规范 落实管理 在前线就做好把关 别让充满使命感的消防队员 踏进死亡陷阱 大爱新闻 国内领料学姓杨俊廷 海中报道 画面中你看到这个密密麻麻 让人头皮发麻的景象是出现在屏东 难道是自然界所发出的警讯吗 是由民众目击到近来屏东市的公园 还有人行道上出现了成千上万只的蚯蚓 就这么爬出了泥土 景象相当惊人 还引发了民众担心是否是强震前的警讯呢 专家就出面辟谣了 指出这是因为前阵子经常下起大雷雨 因此造成这土壤这饱和量已经含水过多了 才会让蚯蚓纷纷没有办法呼吸 才会爬出了地面来 纯属于自然界的正常现象 民众不用过度担心 上万只蚯蚓清晨出现在屏东市千溪公园人行道上 民众好惊讶 怎么会突然这么多蚯蚓跑出地面 民众担心与地震有关 有人就在预测 说是有什么大地震 或者是什么天灾 原来就在三天前南部发生一起有感地震 但昆蟲专家这样解释 屏东连续一两个星期没下雨 蚯蚓大出动的前一天傍晚突然倾盆大雨 大量雨水导致蚯蚓爬出地面呼吸 而数量这么多则和地点有关 这个千禧公园就位在屏东市区里面 它的占地面积相当广 有13多公顷 也因为这样就在这片绿地下 有着相当多的昆虫生物 大公园的蚯蚓同时爬出地面引发关注 但别担心 纯属蚯蚓求生的自然反应与地震无关 大爱新闻 陈一针正若平屏东报道 根据一项医学方面的调查统计 国内的胃癌患者有非常高的比例 都曾经感染过幽门螺旋感菌 换句话说感染过幽门螺旋感菌的人 就会大幅提高罹患胃癌的风险 因此专家提醒要少共用水杯 也要尽量避免用手来进食 平时胃痛不舒服会怎么处理呢 如果说肠胃不舒服 家里有常备药 以前就是压力比较大 比较容易胃痛的时候 都会习惯带胃药在身上 所以就是通常都是只有吃药而已 选择吃药缓解 但是胃痛千万别轻忽 可能是更严重的问题 水杯共享 右手进食可能并从口入 幽门螺旋感菌经由粪口传染 早期可能只有肠胃不适症状 必须及早就医将病菌消除 若是忽略感染胃癌的几率 将高出5.6倍 可能把这个病原菌拿到 就好像我们VC肝 可以把V型肝与C型肝去掉以外 我们可以预防日后 这些患者产生胃癌的风险 所以它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 一个除菌治疗 勤洗手保持饮食卫生 并留意胃部警讯 才能远离油门螺旋感菌的威胁 大爱新闻李建宽台北报导 全球贸易战再添新战火 这是由于空中巴士的非法补助案 美国已经说出了 他们要寄出惩罚性的关税 针对的是欧盟四个国家 包括的是德国 英国 西班牙 以及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四个国家同样都要寄出 惩罚性关税了 您看到的是有飞机的部分 是10%的关税 另外在食品像是红酒 肉类 还有刀具等等 衣物同样都寄出更高的关税 高达有25% 不管是法国的红酒 还是意大利的起司 价格都要大幅上涨了 因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判决 欧盟违法补助空中巴士公司 允许美国对欧盟产品课征 报复型关税 70亿美元 约新台币2330亿元 这关税大炮一轰 欧盟的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 几乎重担 像是英国的毛衣和羊毛织品 法国的橄榄 德国的咖啡 以及爱尔兰的威士忌 都得课征25%关税 这判决一出 美国总统川普 当然不让吹嘘 都是自己的功劳 美国挥舞胜利旗帜的同时 欧盟扬言 一牙还牙 与此同时 欧盟也申告美国政府 对波音公司违规补贴 外界预期 明年4到5月 WTO将判决欧盟胜诉 欧盟也将对美国 祭出数十亿美元的 报复性关税 大西洋两岸的贸易战 恐怕越演越烈 大家新闻 总部先编译 印度雨季 今年的强度特别强 已经造成了上百人丧命 大范围的烟水 也连带造成了菜价飙涨 印度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爱吃咖喱的国家 洋葱就是其中 不可或缺的食材了 在水患发生之后 这洋葱价格已经迅速的翻涨三倍 因此印度政府是下令 要全面的禁止洋葱出口 摊饭柜坐在地上 整理一颗又一颗洋葱 印度闹水患 农作物产量大减 洋葱价格8月每公斤 20到25卢比 一路涨到9月每公斤 80卢比 涨幅超过两倍 政府为了控制价格 调动国家存货 更下令禁止洋葱出口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亚洲食物出口国 出口禁令一下 三天内洋葱价格大幅降低 隔壁的孟加拉受到印度影响 也开始补助洋葱买卖 出口上预估 要等到11月中旬 下一波农作物收成后 出口禁令才有可能解除 印度雨季 水患成灾 比哈省以及北方省 传出严重灾情 9月底三天内超过100人丧生 大家新闻 江国田编译 伊拉克的失业率高达有25% 青年毕业及失业 加上严重的社会贪腐问题 是造成民怨四起 首都巴格达和许多城市 就发起了集体示威行动 已经造成了上千人死伤 示威现场传出枪响 民众加快脚步四处奔逃 烟雾弹和路障燃烧的浓烟 笼罩整条马路 伊拉克人民在10月1号起 以首都巴格达和南方多个城市 展开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这波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主要由年轻人参加 除了抗议政府参污 也表达对公共建设与政策不足 以及高失业率的不满 示威活动在警方与民众对峙后 越演越烈 造成上千人伤亡 政府紧急宣布 10月3号起巴格达实施宵禁 还不确定何时解除 总理马蒂在4号现身电视演说 表示会正视示威者的要求 尽快处理问题 大家新闻将冠田编译 另外在厄瓜多这个国家 也是相当动荡 主要是因为受到政府 想要改善财政赤字的问题 宣布取消了 施行40年的燃料补贴政策 因此造成油价大涨 民众不买单 纷纷上街表达抗议 不过政府表示绝对不会退让 还宣布了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警方的催泪弹冒出正正白烟 接下群众赶紧往后迅速逃跑 厄瓜多人民发起全国性示威 抗议政府取消燃料补贴政策 厄瓜多政府从10月3号开始 停止补助燃料费用 造成国内燃油大幅上涨 有人上街燃烧废弃物 还有许多公车与计程车 一起堵住道路 为的就是瘫痪国家表达抗议 示威活动越来越激烈 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厄瓜多政府公布高达 20亿美元的财政改革计划 其中包括取消 施行40年的燃料补助 总统表示 国家愿意与人民对话 但是政策没有退缩空间 紧急状态暂停部分公民权利 政府可以征收公众与私人财产 大幅限制示威行动 大家信用张口田卑议 持续带您关注地球支费 亚马逊雨林重伤 巴西政府丝毫没有积极作为 更是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 还要贯穿雨林区着手开发一条公路 专家估计光是这条公路开发 就会有大片的雨林从地球上消失 这面积相当于4.7个台湾这么大 大片森林即将变成巨型发木工厂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 不顾环保团体的反对声浪 重启开通位在亚马逊雨林的一段公路 这条连接亚马逊省首府马脑斯 和省内的发木大城的公路 原本是军方在1970年代建成 但是随即被荒废 现在政府决定要在2021年以前 完成重启的计划 在冬天它回到不远的 按照过去的发展经验 铺完路之后工商业活动就会暴增 包括砍柴 畜牧业 以及商业性的农业 这项计划受到当地居民大力支持 不过这个计划也将导致 多达五倍以上的树木遭到砍伐 学者预估面积相当于美国佛罗里达州 这么大的雨林将因此消失 眼看无法阻止辟地开路 环保团体退而求其次 要求将环境保育纳入计划中 大海新闻罗文景编译 米塔台风它的寿命相当长 在远离台湾之后又清醒到南韩和日本了 尽管因为纬度以及风场的关系 它已经转为温带气旋了 不过威力丝毫不雅于台风 在日本高支线降下大雨 引发了淹水灾情 倾盆大雨狂下 前方视线一片模糊 日本高支线时雨量达120毫米 引发淹水灾情 收到米塔台风影响 高支线大雨沉灾 30辆汽车几乎快被灭顶 米塔3号下午已经降为温带气旋 但日本气象厅表示 要持续严防洪水和土石流灾情 马路变成湍急的河道 整座城市泡在大水里 米塔在抵达日本前 2号夹带强大风雨登陆南韩 目前中心位置已经出海 但一度造成竟无关乎停电 也酿成多人伤亡 米塔猛烈的风雨 还造成普山市发生土石流 一家四口惨遭活埋 目前还有人下落不明 民众回想起意外当时心有遗迹 南韩国防部表示 这次米塔风灾造成一千多栋房屋回损 超过一千五百人撤离避难 把新闻黄震情编绎 这是一群有温度的人 我们在一起做了一件很温暖的事 温度温暖大集合 稍后新闻当中带您一块感受 大陆沈阳慈禁人如何给出关爱 现在您看到东南亚地区正值雨季 泰国也好雨成灾 河水泛滥 紧急撤离了比较低洼地区的居民 慈禁志工前往关怀送上了慰问金 一整片的农田全变成了烂泥 道路 防射也都还有积水 这里是泰国西部的勒皮府 九月底因为连续好雨 使得开恩乡的迪洼地区 成了水象泽国 慈禁志工得知消息后 随即前往勘灾 很多灾民都在做灾后重整 有人抢救小幼苗 也有人将浸湿的床单被褥 拿出来晾干 但不少人还只能住在安置所里 志工访查之后 过了三天再度前来 为五个受灾较严重家庭 送上慰问金 希望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戴新闻 纳卢文 康雅峰 坤大 泰国报道 诊密规划了大半年 就是为了这一场议诊 这是中国大陆沈阳的慈禁员 结合在地医院以及协会 为六十多户的照顾户办一诊 温暖也是其中的一铁良药 有五六年没提检 第一是没有这个经费去提检 第二 孩子给我办的吧 也没有时间出来 通过慈禧 今天的提检对我来说 意义挺重要 这是一群有温度的人 我们在一起做了一件很温暖的事 好多拥抱 好多泪与笑 大陆沈阳慈禧志工 结合在地医院和民间医疗协会 为照顾户办一诊 从基本的健康检查 中医诊疗到结合卫教讲座 或凭或病的人得到照顾 你们都凭我的生活 我的亲人 这是慈禅基金这些工作业园 那所以温寒温暖 慈的串的没有想不到你的地方 那各方面照顾的十分走道 通过慈禧 我现在感到心里暖暖的 说实在的 今天检查的项目挺多 挺全面的 什么血常规 尿常规 对 闭草 简单完之后还有一顿丰富的早餐 给我们提供 真的挺好 触动的还有医护人员 慈善本身来讲 除了它是一种文化 它是一种力量 一种理念 我觉得它更是一剂药品 通过我们这种非常人文的 带患者入侵 感同身受的这种陪伴 这种关照 确实给病人会带来很多信心 来应诊的每个人 都拿到共同的处方间 药名是 你有需要 我们都在 戴新闻 真善美之工 辽宁报导 家有癫痫儿 父母亲一路照顾 倍感艰辛 还要经常萌兽的事 异样眼光 印尼的慈禁人 常情相伴 给足面对的勇气 离患癫症镇的哈斯利尔被爱包围 此次之工试着和他互动 但他的眼神不定 没和任何人接触 十三岁的哈斯利尔在一岁时就经常抽搐 他的三餐靠妈妈打理 爸爸是公车司机 一天的收入仅 台币一百多块 洗澡更衣 料理了三餐 照顾特殊儿的精心 只能从物资和精神 生存远助 二十九岁的诺发同样离婚癫症 为了方便照顾 爸爸辞去保安工作 开启杂货店 如果诺发生 如果在家里面 就会有关系 所以声音 就会出现这种声音 我认识 爱的相伴不会频频纠结 戴新闻医生亚密拉 印尼报道 童工问题在印尼不少的实况场会雇用童工 主要是因为贫穷家庭的父母亲 主动带着孩子来一起做工 我听到在这里的人死因为被刷掉 在里面的人死在下面的人死在下面 时我听到在一周我都没有去那里 然后再回来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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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那些事情上, 孩子們比較好 去幫助他們 去工作 和他們的父母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我认为自己的兴趣 帮助我的孩子 遇到我们的需要在家 在家中的工作的时候 你会不会押忆的吗 我会不会押忆的 如果不使用鞋子就会押忆 然后休息 如果休息一下就会休息一下 如果休息一下就会再继续工作 再次再次 我们希下这统毁梦成写那个吶漆 枯架子在那儿咯 那评陆的一些 经�об上惊密小种管 加墙丁件购呈和皮 gly Spotify 如果使按下请 sorted 粟如路紧的时间 估设则瓅 家思飾影片 Color Consello山 因为这些人都会干净的经济 所以他们也会做这些事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您认识一位陈玉明校长 他同时也是今年师奪奖的得主 在走上老师一图 之前他当过报社记者 也做过社工 这些工作经验让他能够更接地气 坚持在教育的路上 要更加守护弱势的学童 获得2019年师奪奖的肯定 这位校长陈玉明早在他14岁 就立志当老师 但两度考试失利 既没考上师专 也没考上师大 一度成为被教育界拒绝的孩子 最后在31岁如愿成为正式老师 一路就是从这个念师培的学分班 然后去考台东县的国中老师 后来就是一路辗转就跑了好多个学校 一路从老师当上校长 坚守着作与英才的初衷 因为甚至偏乡学校相对弱势 因此他更花上时间 争取更多的资源与机会 不仅在担任玉东国中校长期间 创设了木工技艺专班 也曾在化人国中开办学生艺朗 而现在任职的遗川国中 更是成为108课纲的前导核心学校 只是我们提供更多的学习的选项 让孩子去学习 学习不会只有课本 那孩子会希望感受到学校的友善 课程学习的友善 他就愿意来学习 在教育界服务27年 也曾投入过儿少保护工作 还担任过华联县政府的教育处长 荣获师夺奖是荣耀也是责任 秉持对教育的爱 持续陪伴孩子成长 还有这么一位从事特教十多年的 高雄中山工商老师肖珀如 他则是开放自家 当作特教生的寄宿中继站 亲切关心境况 如同朋友间的互动 已经毕业两年的学生 一有时间就回来找老师 他就像我们妈妈一样 有什么事情就跟他说 对啊 他从来都没有凶过我们 我们做错事情 他都会好好跟我们沟通 肖珀如用妈妈心来照顾 有学习障碍的孩子 同时还发掘他们的潜能和专长 投身特教十多年 他甚至清理出家中房间 带动家人 让特殊孩子入住就近照顾 女儿这样那时候的做法 你觉得 他一开口我们也尝大 像他的衣服 他有时候会自己用洗衣机洗 可是都我看起来都洗得 布那个比较黑 我就会另外帮他浸泡 帮他洗干净一点 身心灵的辅导啊 我觉得需要更多的时间 尤其是在学校以外 我能够看得到他们的行为表现 然后慢慢的去调整 他们的价值观 许多孩子在他照顾下 纷纷在特殊奥运中 夺得奖牌 找到人生方向 肖珀如今年更获得 优秀特教人员表扬 或许就是他脸上这份微笑 付出无所求的耐心 陪伴孩子成长 大爱新闻正宅于肖红树 高雄报道 一代气旋重创东非 半年时间过去了 当地依旧满目疮痍 台湾的慈忌人走进校园 募集二手艺 几片铁皮或几个塑胶袋 和木头绑一绑就是一个住家 这是东非民众生活的现况 物质条件之艰难 让人不敢相信 更是满怀感慨 其实现在国中生 他们的物质非常的丰富 像我经常在课堂上 捡到一些原子笔 跟橡皮茶 基本上都没有同学会来认 生活富足安定 更要懂得知福习福 此季志工来到花莲县国风国中 把东非的生活样貌 呈现在老师和学生们的面前 果然开启孩子们的善心 把握机会伸手造福 他们很多小孩子没有办法上学 因为战争也有可能没有衣服穿 吃不饱 可是这些我们都没有受过这种感觉 去关怀那些可能跟我们一样大 但是却不跟我们一样幸福的人 那也希望这个活动能够继续办理下去 让这份爱心延续 木吉二手艺已经有初步的成果 志工们将学生捐出的衣服 带回禁思堂整理分类 不久后这些爱心就会送到东非 呵护当地孩子的身心 未来如果孩子们 他到了另外一个场域的话 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体认 一个具体的经验行动 列化到社会上的行动来 这真是对社会的一种福报 在新闻镇上美志工张阳川 花莲报道 第五十四届金钟奖即将就要在明天举行了 大爱电视台今年有多个节目入围 今天特别举行了感恩茶会 是用大爱台总监叶树珊 带领了所有的入围团队 也祝福大家能有最好的成果 那我演的这部戏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说这种比较有正义性的一个题材 然后能够在大爱制作 然后能够入围金钟 这是万万想不到的事情 我觉得他儿子真的很伟大耶 一个父亲的一个被暗杀以后 如果以我来讲我一定会报仇 可是没想到他放下了 我总共拍了八部大爱电视 然后里面有客串的 有我很深色的时候 刚开始当演员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真的 这些角色给我很多累积 然后因为不同剧组 所以让我练就了很多功力 大爱剧场连续剧 菜头梗的滋味 是记录一个黑道家庭 游民转悟的故事 一口气入围了五个奖项 包括了最佳戏剧节目 最佳编剧和最佳男女主角 还有最佳女配角 大爱电视台今年入围的项目 还包括有 国内第一个专属于 身杖者的综艺节目 是由刘明所主持的 袁梦新舞台 今年入围的是综艺节目奖 气候变迁持续的发生 现在包括了台湾 美国 澳洲 奥地利等 五国的气象主播是大串联 希望透过媒体影响力 提高重视 全球暖化 极端气候持续发生 国际间却仍有质疑声浪 认为气候变迁 是被操弄的假议题 气象主播在各国 都是深受信赖的职业 于是他们串联组成 气象主播国际组织 希望透过影响力 提升民众对气候变迁的重视 媒体影响力大 气候传播方式也需要更加精确 包括路径的这个播报的 我们都知道有这一个 我们叫做这个锥撞的 这个路线的图 或者会把它误解成 以为台风的影响范围 或者是暴风半径的范围 越来越大 你怎么达到既要精确又要易懂 那这个应该还有很多学问 媒体串联影响力 并与学界合作提高精确度 就可以提高民众 对气候变迁议题的重视 大约新闻李建宽 台北报导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全来玩天气 仍然都是相当的热 有点像是回到夏天的感觉 那么明天的话 会跟今天有点类似 但是明天水气量会稍微的增加 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台湾还是有点受到 高压的这个影响 所以云量都是比较偏少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巴士海峡这附近 这边有比较范围大的云城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D7R的一个扰动云星 那么预计它未来会逐渐的 往西边来移动 所以我们台湾也稍微受到 它的外围的环流的影响 明天的风向会转成 有点偏向这个东风 所以在Informity地区 云量会比较偏多 包含我们的东北部 东南部地区 我们的整个东南部地区 云量都会比较偏多 并且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水气也是有点 增加所以也会要特别注意 或举步零息量短暂云 那么明天的话 我们西班部的话 一样是在被封测 所以西班部天气 仍然是持续比较稳定 那么另外因为稳定的关系 所以一方面光化的 反应还是很明显 所以空气中臭氧浓度 还是比较偏高 另外扩散条件仍然不是很好 所以明天西班部 还是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那么在温度上 也还是比较偏高 还是有点热的这个感觉 那么预计大概在礼拜天的时候 甚至明天晚上 到礼拜天的时候 那么台湾风向又会有 从原本的偏东风再转成 有点偏东北风 那么水气也是持续 是稍微增加 所以在银风面的话 北部跟东北部 零量会稍微的这个增加 雨会转成 可能会有短暂阵雨的 这个天气形态 所以在这个周末这两天的话 天气是有一些变动程度了 那么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目前在这段阳面上 是不是未来会有台风伸张起来 那目前可以看到 其实是这个气象游望模式有看出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迹象 好像会有这个扰动 逐渐发展起来 但是大家先不用太过于担心 因为这个是气象游望模式 所运算出来的结果 所以它的时间其实还蛮长 还超过这个 甚至有这个七天以上的时间 所以变化的程度还很大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目前整个大环境来看 在热带阳面上 确实在未来的一两个礼拜 还是持续会有热带扰动 或者是热带性地下生成的机会 因为整体来看的话是有利于 这些天气系统的发展 所以未来的一两个礼拜 大家还是要持续地注意 但是先不用太过于担心 因为这个时间还蛮长的 未来变动的程度还很大 那么预计明天下雨的地方 最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东半部地区 明天转成偏动风水 东半部云量会稍微增加 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中南部的话 山区还是要特别注意 仍然跟今天一样 也会有局部零星的 午后雷震雨发展起来的机会 所以礼拜天礼拜一到礼拜二的话 尤其是礼拜天跟礼拜一这两天 是会从原本的偏东风 再转成有点偏东北风 所以迎风面的东北部 还有我们的这个东部地区 可能会有局部的这个雨势 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正余的情形 这是这两天 礼拜天礼拜一要稍微留意以下的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在今天晚上 在未来的一个礼拜 我们北部的天气的状况的话 可以看到 在我们礼拜五 这个礼拜六的时候 温度会稍微的往下降一点 礼拜五我们今天温度 还是比较偏温暖 那么礼拜六会稍微的往下降 礼拜天因为北部 云量偏多的关系 所以这个白天高温 不会像之前 像这两天那么热 有点这个夏天的情况 会稍微的往下降 那么低温大概都是在23度左右 那么在南部的话 天气比较没有太明显了 变化大致上是在26度 那么要稍微注意就是 礼拜六温度可能也会稍微的 往下降一点点 但是不是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刚刚从云度上面有看到 在南方有个迪亚扰洞通过 所以在高雄 屏东 明天云量可能会稍微偏多 那么云量偏多的话 会挡住部分的阳光 白天温度上升的这个幅度 就没有那么大了 看一下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大致上都还算是稳定 只有在我们的这个蓝域 跟台东附近 因为受到南边这个迪亚扰洞 可能的这个印象 这样有机率稍微偏高 西半部的话 还是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甚至在我们中部的话 是有机会到达对 所有族群都不健康的等级 在我们北部的话 跟竹苗地区有机会来到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那么明天各地的话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了 东半部地区要注意 这样几率会提高 西半部的话 其实是比较稳定 比较有点热的天气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 还是空气品质 仍然是有机会达到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或甚至是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所以明天如果安排一些 户外活动在西半部的话 可能要留意一下空气品质 东半部的话 只要注意天气变化 可能降雨几率会比较偏高 所以最后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明天最主要是偏东风的影响 所以东部已经封面 云量比较偏多 果然有这个阵雨的情况 西半部是比较稳定 稍微炎热一些 那么空气品质仍然不是很好 明天晚上风向又会转 转成有点偏东北风 所以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云量会稍微的偏多 甚至也会开始有一些 局部的短暂正雨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大一台的观众朋友 新闻即将告一段落了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接下来的新闻内容呢 包括了肿瘤压迫到视神经 跨海整合做治疗 如何把禁思雨融入教学呢 正面墙功不可没 更多内容请您锁定 带二台稍后马上回来 拿起手机准备好扫描了吗 3 2 1 G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续带领关注到南方澳的断桥事故进入第四天 避免着毁损的桥拱持续的倾斜位移 这加固工程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完成了 另外也在周遭水域 栏架起了栏油锁以及吸油棉 希望能够吸附住水面的油污 持续的清除作业 也为了要确保渔民的生计 为小行渔船所辟出的临时航道 也在今天实际的运转之下 让船只能够顺利的进出港口了 至于这断桥何时能够拆除呢 预计是在10月中旬 不过并不会采取一次性的爆破式拆桥 而是会在海上直接的进行分段切割的方式 降低对周围驻家的冲击 第四天了 却仍有最后一艘渔船 新台圣266号还被压在水底下 断桥的上拱圈发现有倾斜情况 已经先进行加固 在两侧架起钢梁支撑 确保航道和施工人员的安全 同时进行桥身的拆除 以海上分段切割的方式 保留证据下 也不影响南方澳居民的生活 增掉了全国最大的水面作业船 有一万公顿 长一百公尺 宽三十五公尺 再加上两具非常巨型的这个起重机 利用这个海面的作业 来避免公班从陆地进出 另一侧 罹难渔工的家属也在四号上午抵达福渊 太太着急的想看先生最后一眼 失去至亲的伤痛让人难以承受 而精通菲律宾语的慈祭志工 特地从花莲前来陪伴 不幸罹难的另一名二十八岁的印尼籍羽工 原本也打算进旗内回家 离难家属在这几日陆续抵达台湾 慈祭志工也在福源现场搭建服务中心 陪伴他们走过哀伤 大约新闻学英豪 宜兰报导 秋冬季节正式进入了空屋以及流感高峰期 就怕大医院里头空气不流通 反倒成为了病菌的温床 来看如何透过监测科技 为医院的空瓶把关 人潮密集的医院后诊间 墙壁的电视荧幕有点特别 一旁的侦测器接收空气湿度 二氧化碳以及PM2.5 树植在荧幕上一清二楚 黄色的时候代表要注意的 可是还没有超过标准时 就是听清我们要稍微留意了 那再来就是橘色 橘色是更靠近这样的警戒区 就是可能病菌在空气中的飞 在空气中飞或飘怕会吸进去 知道说好像有一些像是甲犬 好像就是会去侦测这些因素 那我觉得就是现在如果说 政策上有要把这些的指数 都公布出来的话 那对我们就医民中而言是蛮好的 这是台北市环保局和八处医水中心 以及十五处区域医院合作 设置空瓶自动监测设备 对医院空瓶把关更精准 当然数据不能只是参考而已 通风措施都得跟着调整 过往的话是像这样的 后来我们就在这边把它改 那边就改成了 包含这边也是像改成了活动的窗户 环境的清洁 或者是在出风口的部分 也会去做一些设备的改善 或者有的是针对天花板的部分 也会去做一些改善 那另外有些案例 它是去做再加设一些空气清净机 秋冬季节同时也是空污剂 与流感流行期 提前做好空品管理室内通风 才不会让医疗运所反倒变成病菌 传播温床 台北新闻杨韵慈谢启全 台北报道 医疗话题如果您无预警的视力 变得非常差 要小心是大脑出了问题 台北慈禁医院近来接受的 跨国医疗个案 它罹患的是脑下垂体肿瘤 这是属于良性的肿瘤 透过微创手术能够有效的治疗 切下祝福的蛋糕 祝福慈禧马来西亚雪龙分会执行长 简慈禄身体健康 日前他因为视力异常 来到台北慈苑就医 三四个月之间 我发现我的视力一直减弱 尤其是两边 左眼右眼两边好像被遮住 看不清楚 那那种负担让我烦到 我不是很喜欢看顺子 我都看不下 核磁共振的检查发现 他的脑下垂体长了一颗 约四公分的肿瘤 并且压迫到视神经 内外科组成跨科别团队 拟定完整的治疗计划 由神经外科与耳鼻喉科医师 共同手术摘除肿瘤 耳鼻喉科医师除了先将器械 从鼻腔放入 找到颅底肿瘤位之外 在神经外科进行肿瘤切除时 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比较困难的颅底手术的话 需要神经外科两只手同时做 他才会做得比较精准 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 他很懂得拿内视镜的 他需要知道神经外科医师 现在想看什么地方 那我们的镜子就要去照那个地方 医疗团队共同努力下 见此路师姐已经找回健康 医师提醒 若突然出现视力的问题 头痛等异常症状 要尽快就医 避免肿瘤造成更大的影响 大家新闻黄线 郭家旭台北新店报道 落实长照二点零计划 实施的是在社区里头长者共餐 不过这可不是让影法的长辈们 聚在一起吃吃饭了 还可以借此来场体能训练 不管是准备点心 还是料理美味佳肴 全都靠社区长者自己来 志工有的七十岁八十岁都还有在当志工的 一些老老照顾老老 把社区的一些需要帮助的 还有一些老长者 我们带来我们的活动心一起来共餐 新北市政府推动老人共餐 今年已经第八年 为了鼓励社区持续推动 特别从九百多处共餐点 挑出一百处机油单位 除了颁发奖牌 又新民众为了响应 更捐出奖励金 他是坐在伦理上 都要我亲自把他推出去 那代表他非常喜欢这件事情 所以老人其实能够让他出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要活除了要吃更要动 透过种子老师配训 针对长者肌耐力以及体能训练 让长者在共餐前能搭配运动强健体魄 原本他们可能都是需要家属 推着轮椅过来 可是经过我们三个月四个月的训练之后 我们的长者可以抛开了那个轮椅 然后自己走进来 透过每个月的老人共餐 鼓励长者能够走出家门 互相交流 越活越健康 大家新闻邓应中台北报导 这群阿公阿嬷到了幼儿园 欢度重阳节 稚嫩的童婴搭配鼓声 即使大鼓都快比人高了 京城相立幼儿园的小朋友 还是奋力的敲着热情欢迎 树林角社区的阿公阿嬷 用小小的手努力的捏啊捏 捶啊捶 帮阿公阿嬷消除疲劳 小朋友的加油 让长辈获得满满元气 换他们上场 线跳一曲当作会礼 我们的基金会 能够带领的这些长者 让他们快乐 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在互动的过程 这个变年轻了 笑容变多了 然后气色也变好了 实在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长者们烦恼环童 跟着孩子玩游戏 大大活动筋骨 心里也充满温暖 看到这群小朋友可爱的笑容 就是重阳节最棒的礼物 大爱新闻 这扇美志工范吕昭 哈林报道 紫心一瞧这面墙很特别 上头刻满了静思雨 接牌成功 关亭国小静思阅读书轩启用 一旁还有多年前就存在的陶艺墙 你知道这一面上面写的是什么吗 我之前不知道 但今天知道 这个是静思雨 原来这墙上满满都是静思雨 学生从书轩拿出书本寻找出处 像寻宝般惊奇 他们也发现静思雨的用处了 就像是跟同学吵架了 就可以来这里就是看一下 你就会去想 就是说你可以怎样解决问题 校方平时就将静思雨融入教学 为培养学生的心灵更积极争取书轩 关亭国小可能很多年前就跟上人 这个法就已经这样子约定好了 那今天经过众人这么多的努力 跟扶持下 也成就了这一个好的姻缘 刚好关亭国小是我们家师兄 还有小叔小姑他们的母校 所以就因为这个姻缘 我就说好 那我来扶持这个学校 慈继志工把握姻缘 证书回馈母校 也让校内的静思雨墙和书轩相呼应 带给青诗生更多的人生启发 大约新闻陈珍珍瑞平高雄报导 章鱼也会注目吗 科学家提出了证据 黏在墙壁上安静休息 身体却不停地变换颜色 让人着迷 海洋生物学家猜测 这只章鱼正在做梦 你能够似乎的身体的改变 并似乎的梦 美国公共电视网 最近公布的纪录片中 阿拉斯加太平洋大学的 海洋生物学家希尔博士 用摄影机录下章鱼夜晚的活动 只见他爬到鱼缸上半步睡觉 入眠后整个身躯一下变白 一下又变成棕色 甚至是黑色 利用颜色解梦 推测章鱼正在梦里捕捉螃蟹 科学家表示 尽管章鱼是卫装的高手 入睡后快速变色的画面 还是非常罕见 章鱼到底会不会做梦 目前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需要科学家进一步研究 这起变色之谜 大家新闻将冠田编译 还要带您进一步认识空中瑜伽 然后下面进一步 将巨人的身体 正在身体中 and swing and you know have a great time everybody comes up and out and then on the mat we are rounded through our feet hands it strikes a great balance kick your feet into the hammock one of the main things the hammock does is it supports you in inversions which a lot of people can't get into in yoga and so you can go upside down in the silk it supports you and no compression on the spine doesn't matter your shape size skill level the hammocks are rated to handle over a thousand pounds straightening out your leg in front of you and thenlifting up onto your toes shifting your weight forward when you have low back pain a lot of times that's caused from a weak core and it can be the back that's weak or it can be the abdominal muscles that are weak and so in the hammock you're engaging those muscles all the time so you're building that core strength and upper body strength just by hanging on i feel like i got a really good workout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新闻感恩您的收看我们再会